Hello,大家好,我是吴脸,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剑八的号称只传给十一番队队长 在失魂界这是最古老和最传统的仪式 授予剑八这个称号的人 表示他是这个时代最强的死神 直到比他强大的死神出现 杀死他并夺取剑八的称号 这个传统确实是非常血腥和残酷 而这血腥的传统 是和千年前护霆十三刚起步的时候有关系 当初创始护霆十三队是持护霆之名 行踏伐之时的杀手集团 这可以说是护霆十三的黑历史 前年前到现在其实已经诞生过十一个剑八 但我们对剑八的认知才不到一半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解说收集到的历代剑八资讯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剑八可以说在护霆十三队中最特别的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出生 只要有实力打倒上一任就可以成为队长 但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全部历代剑八 所以我只根据漫画和小说来解说所认知的剑八 初代剑八诞生于千年前 当时失魂界是个黑暗时期 充满战争和犯罪的时代 当时出现空前绝后的大恶人 那个人是卯之花 他是一个无情的杀手 自诩掌握天下所有流派以及所有刀法 他为自己取名为八千六 他确实是有那个能力 以至于山本原柳斋重国会想要找他加入护霆十三队 但当时他们不是为了所谓正义 他们只是一群残酷冷血的集团 当时护霆十三队可是令人畏惧的集团 他们可以为了逃伐敌人不惜利用一切 卯之花也成为了护霆十三队创始人之一 也成为初代第十一番队对打 为了使十一番队更加强大 于是他创造了剑八的传统 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剑八来代表最强死神呢 官方也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十一番队是作为最强的代表 于是为了吸引强大的人入队 才会用剑八这个头号来吸引强者 在那个时期的卯之花可是非常喜欢战斗 凡是有人向他挑战他都会接受 为了能长时间在战斗 为了能更多地享受厮杀的乐趣 于是他向王族特务灵犯队 齐灵四天使狼学习医疗术 日子久而久之 他对战斗开始失去兴趣了 为了可以寻找取悦他的剑的猛将 他到处在流魂街寻找 他和队员以为找不到这样的 在偶然之下在一堆高深的尸体上 出现非常狂野的小孩手中 还拿着斩破刀 卯之花也和狂野小孩展开一场对决 这个小孩我们也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小时候的羹木剑棒 卯之花终于到找到极限中战斗的快感 他找到可以让他人气斗心的人 虽然他当时已经几百羹木 但他意识到羹木是很强大的 羹木是为了配合较弱的卯之花 下意识才会一点一滴 刻意压抑封住了自己的力量 他认为更慕拥有资格 从他手中夺取剑八成号 后来发生了愈灭雀石的战争 由哈巴赫入侵施魂剑 身本中国率领的护庭十三队 将他们击退 然而在歼灭灭雀石后 总队长便做出了改变 他们开始不再用恐惧来控制施魂剑 反而开始变得柔和来管制施魂剑 卯之花也离开十一番队 他放弃了剑八的头号 成为了第四番队队长 于是他重新取名为卯之花令 他的性格和外观也开始的转变 他从原本好战残忍血腥 转变成温柔祥和的性格 他将头发扛成麻花发辫 并垂直闲放 目的是为了隐藏和耕目 战斗留下来的疤痕 他的斩破刀名为《入乃杀》 持截后斩破刀会变成 巨大而扁平的单眼怪 在变成生物的状态下 若拿刀能够承载包 还持刀者在内的其他对象 在背上飞行 而且被其吞下的伤者 会被迅速治愈 万解接近 斩破刀的刀身和周围环境 会渗出大范围的血 刀刃变为可以延伸和弯曲的血 释放出来的液体 具有极强腐散作用 能够将接触到人变成窟窿 虽然他放弃剑八的称号 这个剑八的传统 还在传承下去 但很可惜 我们不知道 那个时期的剑八是谁 我们不知道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的剑八 接下来的 在漫画是没有出现 而七代和八代 在小说中有出现到 第七代剑八 名为苦乌服剑八 苦乌服剑八 是一个友善而外向的人 据说与春水星乐 是亲密的朋友 他的部下 也对他非常的尊重 他也收到零番队的邀请 但他不喜欢 这无聊的护卫工作 还认为身为剑八 就应该留在十一番队 于是拒绝了零番队的招募 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大 他的万解也是非常的恐怖 以至于中央四十六市严禁 苦乌服剑八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能在静灵亭内万解 不久后 瓦史托德等级 和其他数十只巨型区 入侵师魂剑 苦乌服率领队中死神反击 最终将余下巨型须全金 在其他死神前来支援时 十一番队已经开启酒会庆祝胜利了 没人想到在酒会还未结束之时 一个不知名的说话 轻声细语的年轻人走进了他们 他向苦乌服挑战剑八之名 春水对这位少年感到心存疑虑 并警告苦乌服小心 但苦乌服接受了他的挑战 并要求春水作证 等苦乌服向年轻人 确认决斗的条件之后 苦乌服突然发现 自己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降低灵亚了 后来苦乌服身负重伤 十一番队成员不能接受苦乌服的失败 他们一致认为是年轻人作弊 垂死挣扎的苦乌服解放他的使节 并迫使他的部下退行 年轻人注意到 如果苦乌服使用是万解 或许能够获胜 他意识到苦乌服不使用万解 是为了不危及他的部下 年轻人说苦乌服可是非常愚蠢 最后年轻人介绍自己是只成双眼 苦乌服承认他是下一个剑八 苦乌服低声对他说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永远不要在对手面前退缩 这就是剑八的意义 后来苦乌服带着微笑死去 苦乌服剑八的斩破刀 名字为恶冷回来 实际能力是斩破刀 变成三十只左右的怪 没有眼睛 鼻子 耳朵和四肢 只有一张长满锯齿的血盆大口 万解是从地上召唤出一对巨大的肥帮 无论生物还是非生物 无论敌人还是自己人 凡是该范围内的一律被其吞噬 这种力量是苦乌服剑八本人也无法控制的 第八代智成剑八 智成在击败苦乌服后成为了第八代剑八 智成的出生在贵族家族 但当时失魂界可是非常黑暗残酷时代 所有贵族都不断全力斗争 智成的家族最初因擅长斩术和轨道 在斗争中幸存下来 但在几代人后他们变得自满和软弱 不久后他们被陷害 家族所有成员被判与须战斗的死 就在击败最后一个须过后 其他贵族开始违背了诺言 派出更多的须来杀死他们 这件事情让智成精神崩溃 他的斩破刀展现了他的力量 并操纵周围的灵压杀死附近的贵族 幸存下来的他 想起姐姐对他最后的要求 就是要他成为死神 后来他击败七代继承剑八的名号 还企图控制留魂街的居民讨发虚圈 但后来零番队介入调查此事 虽向中央四十六十字手 被囚禁至地下监狱最底层无间地 他被关在那里已经非常久的时间 他和卯之花一样都是没有被杀死的剑八 制成剑八的斩破刀名字不像 但他的万解名字名为雨露浙流 在第一次万解后 就一直保持万解状态 他自己也承认不知道使姐斩破刀解放语 他使姐的斩破刀外形与前打别无二致 雨露浙流是少有使姐没有自己的能力 他的能力完全依赖于万解 万解能力能与周围的所有事物融合并控制他 甚至是空气和地面都能够控制 第九代名字不详 九代曾经是苦无福剑八的副队长 后来他也成为制成剑八的副队长 之后因为制成因叛逆而主动入义 这位副队长就晋升为队长成为第九代剑八 他是唯一没有通过单条的剑八 原柳斋和金恶春水在提到他时都没有叫出信 这位遭两代总队长忽略的剑八真是悲催之急 第十代鬼严成剑八 他是通过杀死第九代成为第十代剑八 他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好 大个子黑皮肤 嘴唇下面有两个尖刺的穿红 外貌非常粗糙 他也是出了名非常懒斗 就连队长会议他都可以缺席 凭子真子评价他为太没出现 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么猪的家伙会成为队长 艾川罗吴指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第十一番队和其他队的规矩不同 谁强大谁就可以成为队长 后来 更目在两百名以上的队员剑政下 他单挑把鬼严成剑八打败 他的斩破当名字和能力不强 第十一代更目剑八 那位和卯之花战斗的狂野小孩终于长大了 他在两百多人的面前一击杀死第十代剑八 通过杀死第十代剑八 他成为第十一剑八 也成为了第十一番队队长 加入护停十三队不久后 他被总队长强制学习剑八 因为剑八可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剑术训练 他能成为队长全靠他的本能 后来中央四十六是命令总队长停止训练的 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激发剑八全部的潜在能力 后来在千年血战偏重 剑八差点被有哈巴赫杀死 有哈巴赫高估了剑八还说他很弱 后来为了可以完全激发剑八的潜能 并在中央大监狱最底层接受 曾经是初代剑八卯之花的指导 他们两位进行了生死交战 卯之花也回归黑暗时期的他 卯之花一次一次地杀死剑八 然后再治疗他 剑八每一次的死亡都会让激发他的潜能 最终剑八的潜能被解放了 他也使出真正的力量把卯之花给斩杀了 他背负着剑八的名号已经千多年了 他终于等到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取 动目剑八的斩破刀名为野善 剑八的时节是由于卯之花列特训期间 让剑八的力量重新觉醒 剑八才首度听见他的呼唤 解放后斩破刀会变成拥有巨大刀身 比医护的斩阅还要夸张 万劫时全身上下的皮膚会呈现血红色 从额头到眼睛下方有两条黑色的纹路 额头正上方长出两根脚 面貌变得如同恶鬼般的姿态 剑八的速度 力量 灵压 比从前只脱下眼罩时更加强大和膨胀 也让人完全无法反应的速度 以上就是历代剑八的力量 你们对于剑八有什么看法 你们认为需要杀死前任剑八这种行为是必须的吗 欢迎你们留言后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